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有位網友中了新冠 問喝什麼茶湯減減咳手 介紹了雪梨蜜冬和川貝霧的茶 喝了很有效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很濕 人醉著很不舒服 我介紹了全家都合用的紅蘿蔔 淮山扁豆去濕湯給他 想起現時就是春雨綿綿的時節 在香港濕度差不多接近100 加拿大都去到將近5、60 所以這個時間真的大家要 記得多喝點湯水去濕健脾 我曾經介紹過一個視頻 叫做以上傳春夏天去濕保健湯水 裡面有13個相關的去濕湯 其中有些去濕之餘 還可以預防酵喘 有些可以適合濕診者服用 另外一些是掃湯 同時也有些是去濕之餘 又補氣 有些可以去濕除暗瘡 在這13個裡面 希望也適合大家選擇 在這段時間適合熬多點來飲用 去一下身體濕氣 除了這個溫馨提示 大家喝一下這個去濕的 已經上傳的湯水之餘 我會再陸續上傳新的 給大家多些選擇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這段 這麼濕的時間 快點喝多些去濕健脾的湯 這13個相關的網址 會在這個視頻簡介下面 你按進去就會有個別的詳細內容 遲些會介紹一些新的給大家 多些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上傳 謝謝你收聽